当然那种力量数万斤的阶段对林明来说十分遥远 因为从宁脉到翠随有一道坎 想跨过去条件十分苛刻 而从翠随到开启八门盾甲道工九星 那更是难上加难 别说林明了 即便是那些大能记忆中的炼体宗门弟子 也有大把的人被卡在这个阶段 要比天运国的舞者从后天跨到先天更难 想到这里林明深吸一口气 考虑这些为时尚早 现在他要做的是练好混沌钢斗精的入门功夫 至少要做到练力如斯 练力如斯就是一拳击出 木桩外表无恙 内部木质却被打成棉絮 然而非常不巧的是 那位前辈大能的记忆在这里有些模糊不清 以至于林明到现在为止也无法入门 只能一点点摸索 在天运城东南 天运城护卫军君主府上 一个腰上配着精致常见的锦衣少年 站在长廊中四下张望 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大概过了一炷香的功夫 长廊尽头出现了一个身穿假皱的年轻男子 看上去不过二十多岁 虽然身材不见得壮硕 但是此人步履沉稳呼吸绵长 一看就是个高手 锦衣少年看到这个年轻人立刻欣喜的迎了上去 哥 你可算跟父亲说完了 怎么样 这次回来 父亲对你这些年在边疆的成绩肯定很满意吧 锦衣少年满脸对笑 他正是上次输给林明一千两黄金 结果名字被林小冬倒过来念的王毅高 说起来王毅高也是够悲催的了 虽然他已经竭力压下了这件事防止扩散 但是不知道怎么的还是被他父亲知道了 对此王君主震怒 他怒的不是王毅高跟人赌斗 而是怒的他赌斗赌输了 不但如此 还是输给了炼体衣虫的人 而且连名字都倒过来念了 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啊 王君主直接下令 关王毅高两个月的禁闭 现在这不才刚刚出来 两个月的禁闭啊 简直要了王毅高的老命了 不能喝酒 不能吃肉 不能去青楼 不能带着小弟到处飞横跋扈 只能天天对着几本武经 还有完成每日的功课 哎哟 这些恨啊 王毅高通通算在了林明的头上 他这口气说什么也咽不下去 然而王毅高要对付林明也不容易 他在君主府并没有实权 没办法调人 至于他认识的胡鹏狗友 没一个是林明对手的 而且父亲还对他封锁了经济 也没办法雇人 根本就奈何不了林明啊 直到今天 哥哥王毅明回来了 他感觉到机会来了 所以才一直等哥哥这么久 前来诉苦 王毅明看了王毅高一眼 两人都是王君主大方生的儿子 同父同母 自然了解这个弟弟 他冷哼一声道 哼 你等我是关于那赌斗的事情吧 刚才王君主的训话已经提过这件事情了 所以王毅明很清楚 王毅高 神色善然 哥哥明察秋毫啊 厉害厉害啊 又你是不知道啊 那个小子 嚣张得很 先是打了我的下人 而后又在赌斗中使诈了 不但如此啊 这家伙辱骂我们君主府 他说我们 哎 别赖那套 你什么德行我不知道啊 想让我替你报仇 哎 是啊 哎呦 哥哥英雄盖世 对付那个家伙还不是只要一根手指的 哎 我堂堂边境军千副长 对一个练体一虫的小子出手 你要让人看我笑话吗你 哎 哎 哥哥杀鸡也用你误导啊 哥哥 您不是有十大护卫吗 让他们去 一样 手到前来 父亲是天运城护军君主 皇位交替 现在这个时候非常敏感 你让我动用边境军护卫的京城抓人 这种荒唐的事情你都能想得出来 我看你这两个月的禁闭啊 关的太少了 王一鸣丢下这句话再也不理王一高大步离去 留下王一高一个儿满脸愤恨之色站在原地 他没想到会被哥哥劈头盖脸的训斥了一顿 他握紧拳头牙齿咬的嘎嘎之响 哎呀他妈的 在天运城老子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大的委屈 林明老子不弄惨你 老子就不姓王 日升日落 云卷云梳 五十天的时间悄悄流逝 在大舟山 一个少年赤裸着上身在打拳 山风呼啸 然而少年打拳的拳风 却盖过了山风 声声入耳 砰 少年一拳打在面前的木桩上 就听咔嚓一声脆响 经过药水炮制过的特制坚韧树桩 被少年一拳从中打成两截木屑纷飞 少年一拳收回 为等木屑落地又是一记鞭腿劈下 又是一声脆响 处在地上的半截木桩被少年一腿劈的粉碎 虽然始终没能摸清炼力如此的门槛 但是我的混沌真元诀 已经修炼到第一重小城了 而本身炼体第二重的修为 也十分巩固了 力量也有2600斤以上 这少年便是林明 五十天时间 林明在山中一味苦修 药材全用最好的 巨元丹也吃了二十颗 因为这大量的经济消耗 林明不得已又出售了一张强力符 不过即使消耗这么多 林明始终没能突破炼体第三重炼脏器 混沌钢斗精的修炼 重在根基扎实 而不是一味求快 五十天了 明天就是齐全无赋考核的日子了 我过关 应该不成问题了 林明从一块大石头上捡起了衣服 又捧起河中的清水 洗了一下身子 在阳光的照耀下 林明的肌肉云尘结实 浸润在泉水之中 更是泛着淡淡的光泽 宛如一头矫健的猎豹一般 充满了力量的美感 刚看那背影 很难相信 这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的体魄 洗净了身体后 林明穿上衣服 向山下掠去 他展开身法 吐起胡落 速度迅速如电光 只是几夕时间 便消失在茫茫的密林之中 每年的历秋历春 就是七玄五府招生考核的日子 这一天也是天运国少年修武者 最重要的日子 对他们来说 七玄五府就是龙门 越过之后即可一步登天 进入七玄五府 资源还在其次 主要是传承功法 传承功法是千百年来 无数修武前被积累下来的经验总结 若是没有这些经验 想自己一个人慢慢探索武道 根本就是吃人说梦 而市面上出售的传承功法 都是大路破 真正的精品只会藏在宗门和宗门下辖的五府中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一来是因为宗门对传承功法的掌控非常严格 一旦发现有门内弟子将功法泄露出去 轻则废去修为 重则直接处死 二来是传承功法很难复制超路 武道一图 玄之又玄 其中很多感悟 行功路线 真元汇聚技巧 是无法用言语描述出来的 所以真正的精品功法 没有用书本记录的 也就无法抄录 用来记录功法的载体 一般是预简 一个小小的预简中 蕴含着各种玄妙的信息 甚至一个功法演示图中 都蕴含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境在里面 想要把一部功法的玄妙刻在预简中 非精通此项功法 且功法大成的人很难做到 而且要花费很大的时间精力 功法未成的人呢 即便拿到预简 也无法抄录复制 这个不难理解 这就好比钱庄发行的金票 虽然看起来只是一张纸 但是谁也无法照着这张金票 画出来一张一模一样的去花销 谁各位听友给我画一张一百的 我谢谢你啊 所以既在精品功法的预简是少之又少 在市面上完全绝技 这就使得想考入七玄武府的少年武者 就如过疆之己 然而苛刻的入选比例 使得每年都有大量的武者落选 林明本身拥有极品炼体功法 混沌钢斗精 自然看不上七玄武府的传承 不过他还是要进入七玄武府 倒不是为了蓝云月 对林明来说 自从将人生目标定为追求武道极限后 蓝云月的事情 已经很难在他心中引起波澜了 林明要进入七玄武府 首先是因为需要七玄武府的修炼资源 这里的资源不只是单药药草 而是一些特殊的练功地点 这些特殊的练功地点 通过阵法布置 或者是先天形成的奇异环境 让人在其中练武事半功倍 另外呢 就是武技 武技对练武者来说至关重要 直接跟武者的战斗力挂钩 林明一个武技都不会 他融合的那个技艺碎片 只是那位前辈大能的一点点技艺而已 其中关于武技的技艺少之又少 只有三四个还是残缺的 其实武技残缺倒没什么 毕竟是神域的极品武技 哪怕残缺的也不是天运国的武技可以比拟的 然而可惜的是 这三四个武技 林明压根不知道什么境界才能修炼 先天肯定是不靠谱的 因为林明记忆中 这几个武技中最弱的一个都可以随意开山裂地 别说拿来杀人了 就算用来毁灭天运国都不是太难 这种武技跟现在的林明显然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所以林明需要通过这次考核进入七拳五府 而且拿到一个好成绩 因为每年七拳五府考核的前几名都有丰富的奖励 或者是丹药或者是宝器 而且这些丹药宝器往往都是七拳五府的本家三品宗门七拳鼓流出来的 在天运城可是有钱也买不到啊 所以即便是世家子弟对这些奖励也是垂涎三尺 林明自然也会动心 以前他实力低微 通过考核就谢天谢地了 自然无缘奖励 可现在 林明对这份奖励 势在必得 历秋的当日 七拳五府的广场上已经是人山人海 因为人数过多 考核将从清晨开始一直到日落时分 持续一整天 林明和林小冬因为感到人多没有进入广场 而是站在了官道上 虽然这里人少 但是林明耳边还是充斥着各种议论声 哎 听说了吗 据说这次考核强手不少啊 是啊 其中有个月立成精英赛第一名的王雁峰 十五岁 四片天赋 修为已经踏入练体第三军初期了 不是吧 这么变态啊 这不是稳入齐全无辅吗 哎 他立冲考试的时候怎么不来呀 我猜人家的目标是天之府 一进入无辅就进入天之府 多霸气 哎 不对 那天之府绝对不可能 这些年除了秦幸轩 没听说过谁一进齐全无辅就到天之府的 天之府最低修为要求是炼体三重的巅峰 里面主流都是炼体四重 这个王雁峰啊 不够看 我看他拖这么久啊 是想拿考核第一 得到奖励的 天之府嘛 林明在心中喃喃自语 说起来 半年前朱延 便是凭借着炼体第三重巅峰的修为 进入了天之府 毫无疑问 朱延的实力是同级别武者中的佼佼者 绝对不是王一高那样的酒囊饭袋所能比的 林明正想着呢 突然感觉到自己背后有一道目光落在了自己身上 有人观察我 在杂乱的人群中落在每个人身上的目光都有很多 一般的人根本不可能发现别人有意窥视 而林明呢 自从修炼混沌真元诀后 感知异常敏锐 即便在这样繁杂的目光中 他还是感觉到有一道目光的阴冷和不同 他装作不经意的转头 在那道目光发源之处 有一辆蓝布泥子的马车 而林明望过去的时候 马车的门帘正好放下 林明心中冷哼了一声 这还没考试呢 就有人算计自己了 此时在马车中 坐着一个锦衣少年和一个面色阴沉的青年 正是王毅高和朱颜 这家伙不会发现我们了吧 王毅高上次让林明打怕了 虽然嘴上一直叫着报仇 可是针对上林明他就心虚 那次三招败北 对他的自信心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朱颜冷声道 别疑神疑鬼的 这么多人 除非他背后长了眼睛 这个家伙 竟然突破炼体二重了 炼体二重和炼体一重的差距可不小 15岁能够达到十分不易 尤其林明还是出身一般的家庭 天赋更是只有三品 我看这家伙 八成是修炼过度 要不然哪有这么快啊 就连我也是16岁才跨入炼体二重的 这家伙 八成是土之身体 不顾身上留下的暗伤 嘿 过了几年 你肯定惨的 王毅高恶狠狠的诅咒着 朱颜打心底里 瞧不起这个王毅高啊 好嘛 有那么多灵要支持你 16岁才跨入炼体二重 你啊 也好意思说 而且你战斗力弱的还一塌糊涂 要不是这个王毅高的父亲 是天运城护卫军的君主 我朱颜才懒得理你呢 朱颜说道 要是按照常理来说 他不可能达到那个境界 透支身体早晚残废的 不过 他要是有一千两黄金的支持 那就不一定了 听到朱颜这样说 王毅高一张脸顿时仗的通红 他本以为朱颜不知道那次赌斗的事呢 想不到他已经知道了 该死的 这真他妈丢人 丢到姥姥家了 朱颜没有理会王毅高 他脸色有些阴沉 一般来说 16岁以下的少年 若是修为超过炼体二重 便有一些可能进入七玄五府 许多大家族的弟子便是这样进去的 对他们来说 在高级药草药业的支持下 这个并不算太难 对此七玄五府并不介意 毕竟家世等同于天赋 这个咱们前面讲过了 这是武者实力的一部分 不管你是凭借真本是成为高手也好啊 还是用药堆出来的高手也好啊 反正都是高手 都能壮大七玄五府的实力和影响力 这一点上和咱们现在这个拼爹的社会 那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用灵药堆出来的高手 都有一定希望进入七玄五府 更何况林明的战斗力 显然要超过同等级的其他武者 自然进入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朱延是绝对不希望林明进入七玄五府的 他倒不是怕林明超过他 作为一个天才 朱延对自己有绝对的自信 即便林明越级打败了王毅高 在他看来这没什么大不了 毕竟王毅高出入炼铁二重 而且本来这战斗力 我就不说了 他自信 他会永远的把林明踩在脚底下 可有一点林明进入七玄五府 必然会在蓝云越的心中激起波澜 本来蓝云越就对林明旧情不忘 如果让他进入七玄五府 那还得了 朱延喜欢蓝云越 这种喜欢一半是因为 他为蓝云越的气质和容貌所折服 另一半呢 则来自于他对美好事物的战有欲 他绝对无法容忍蓝云越的心中 有另外一个男人 可是朱延虽然因为家族是皇亲国戚的原因 在七玄府有点关系 可是五府考核这种事情是公开的 不可能死卡着林明不让他入学呀 如此一来 只有一个办法 让他参加不了考试 朱延沉吟了一会儿 摸了摸无名纸上的戒指说道 嗯 王老弟 天运城是你的地盘 你认识什么高手过 最好是炼体四重 甚至炼体四重巅峰的 朱延料想 林明就算根基再扎实 也不可能对付炼体三重巅峰的高手 自己越急 找一个炼体四重的 稳稳收拾掉他 王毅高道 哎 这炼体四重的高手 我倒是认识很多呀 可是他们都是我父亲或者我哥哥的亲位 因为上次的事情 那我父亲已经下命令了 他们没人听我的 炼体四重的人呢 可不是大白菜呀 一般来说 这种人都三十多岁了 而且要么是大人物的护卫 要么身居要直 以王毅高的能耐 请他们动手对付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 可不太容易 朱延想了想 对王毅高说道 这次齐全无复考核 维持治安的是赵明山吧 他好像受过你父亲的提拔呀 啊啊对呀 是有这么回事 赵哥平时挺关照我的 嗯 朱延口中的赵明山 是天运城捕快大队的队长 捕快大队与护城军是两个体系 捕快大队负责治安 而护城军负责维护皇族统治 镇压叛乱 嗯 我知道了 我有一个办法 可以让你弄残了林明 出这口恶气 朱延掀开帘子 透过一点点的缝隙 如毒蛇一般的盯着林明 脸色阴沉的说道 沙发